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很噁心 大家可以看到我是素顏 其實我們是要帶Chopper去游泳 很多人都可能知道康文署的泳灘是不給狗入的 所以Chopper可以去的泳灘一定要去到很闢 由於我們這些泳灘的關係 我們是要帶超多東西 又有帳篷、毛巾、Kalik Color 很厲害 所以今天是不會有漂亮的人 射得漂亮的形體 我們現在出發 去了西貢吃早餐 我們現在要吃早餐 因為那裡基本上是很荒蕪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先吃飽一點 而且今天是很真實的 我是沒有什麼化妝 我只是掛了一盤眉 而且遮了一點下眼圈 去沙灘我覺得真的不可能化一個很濃的妝 而且今天主要是帶Chopper游泳 不是拍照很漂亮的那些 就沒有化妝了 Chopper也有早餐吃的 他有生命白麵包 很開心的了 你看 我們現在去的地方叫做白辣灣 如果你不是帶著狗的話 是因為牠要坐的士 其實也是要坐的士 那就看看哪裏可以坐 如果不是的話可以乘巴士 去到北潭沖那邊 再轉的士也可以 但最後還是要乘的士 因為裡面是要禁區置的 所以就算你懂得開車也沒用 如果由西貢市中心乘到白辣的話 大約需時5個字左右 125元左右 但如果你完全不想乘的士 也可以的 你可以乘巴士去到北潭沖那邊 然後就走進去 我想大約走2個小時左右 應該都到 自己選擇的 你不要弄我手 為什麼不開心啊 一到的士看到白辣村的牌就對了 右邊就會看到一條小路 這裡就是走到白辣灣的路 好啦我們現在呢 就下車了 然後我們就要走 大約 3個小時 15至20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沙灘那裡了 哎呀我的眼鏡很滑 因為我塗了很多防曬在鼻子那裡 走這條路其實都頗 要留意很多東西的 因為這裡有很多牛屎 所以除了留意自己之外 就一定要留意瘡牌沒有踩牛屎 要不然我不想抱它 我拍不到 這裡 只有瘡牛屎 正常的話 大約三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下去了 但是呢 我們有個永遠都很大的阻礙 就是 究竟他願不走 如果以他的步速的話 我們可能大約半個小時才去到 快點走 好熱啊 其實呢 現在這樣下去呢 真的完全不是什麼問題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真的游完水的人很累 要上回來 還有呢 大家不要看得到我平時那麼健康 皮膚那麼健康膚色 其實我是不懂游泳 所以一會兒 這位先生呢 他要幫我吹水泡 哈哈 這位今天是其中一個難關 快點啦走啦 去游泳啦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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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找牛 你可不可以走快兩步啊 下完山就會來到這個平路了 對啦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沒有了牛 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 平時這裡超多牛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這裡完全收不到網絡 收不到電話的 走的時候呢 白立灣的沙灘是有個士多 你可以在那裡打顧網電話 他有個電話號碼給你 就去call的士酒 當然啦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走一趟 我剛才所說的士多就是這一間 其實也不難找的 因為只有一間 這裡的樹真的沒有了 現在一個樹蔭都沒有了 被山竹吹殘了之後 這裡就是我們經常去的沙灘 現在的季節不是很藍 如果夏天一點來 這裡是很藍色的 還有以前這裡是水清沙柚的 不知道現在有很多石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去年山竹 其實呢 Chopper是會游泳的 但是呢 一怕他體力不知 所以其實他是有救生衣的 在淘寶就買到的了 這樣呢 就可以 這樣在水裡拼著Chopper了 有什麼事 你的樣子 慢慢想 啊 很曬啊 哇 很厲害啊 哇 這麼開心啊 你看看 最壞的是 忘記帶那個防水套 帶電話出去拍照 那大家呢 看不到Chopper游泳的樣子 好了 你累不累啊 Chopper很累 我們剛才在士多那裡 就叫了車 那四個月之後呢 就會在上面的艇裡等我們 那 所以現在我們只要努力地走上去 那 而最天然呢 因為 我有少少潔癖的關係 我就不喜歡用 剛才那裡的地方沖身 那我就拿了廁所洗手的水 那 咬完腳之後呢 你看到我們兩個真的在穿 泳衣呢 用天然曬乾的方法呢 那 一會兒就回家 馬上洗澡就算了 其實這條路呢 也有另一個好處就是 Chopper也可以曬乾的 那不需要擔心的 我們回到家就要幫他洗澡 這個就是我們 每次去沙灘的行程來的 差不多了 Chopper 走了三分二了 好 鏡頭一轉 我們又看回香港小姐了 唉 唉 對了 這個相機不接客氣的 這真的是Hidy啊 假的 你們做運動是假的 好累啊 我們終於 到見到終點了 不知道我們的的士到了沒有 我還沒穿上一件背心裙 好啦 那今天的vlog呢 就在一片超級累的心情下 完結了 希望你們喜歡看這一次 和Chopper去游泳的vlog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加逢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